那另外呢 把握时间问听众朋友们解答的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个听众在我们24小时的留言电话留言 还专门指定要我们的杨安丽律师来做解答 他之前听了我们的节目 听说杨律师有建议 离婚结婚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如果他在外国 在中港台任何一个角落 办了离婚 就等于全世界 都算是已经离婚了 因为就是真的有白纸黑字的离婚证书嘛 那他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跟他的先生2019年年底 已经在台湾的护证事务所登记办理离婚了 而且还领有这个英文的离婚证书 是官方的证书哦 问题来了 他想要问说呢 以前不是讲说在外国离婚就好了 来到美国不需要重新再办理哦 但他结婚的时候是台湾结了一次 来美国又再办了一次结婚的登记哦 那这样子如果没有去办的话 没有去办离婚的话 是不是这边都还是呈现结婚的状况 那他在2020年报税的时候 因为就在想说是疫情嘛 然后也还没有去办这个离婚的登记 在美国的部分 所以他在2020年 报税的时候 依然是报说他们两个是结婚的 这样子有违法吗 明明在海外已经离婚 但在美国的部分 他还在用这个结婚的情况来做报税哦 那现在呢 他开始又担心了 当初呢为了报税方便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哦 那如果将来呢 2020年之后呢 有什么讨债的人来找他 因为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是共同报税嘛 那会不会跟他又有影响呢 是不是要赶快抓紧时间 这边也去做这个 离婚的这个动作 万一有债权人找过来的话 他自己因为没有做离婚的登记 是不是也有连带责任哦 那像这样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找到非常有经验 也是这位听众自己指名的 要找的这个杨安丽律师来做解答 有请我们的杨安丽 杨律师 哈喽杨律师你好 早你好 所以他这个问题 他如果在台湾已经离过婚的话 他在美国报税的时候 就不应该报说他们是结婚的 所以如果他们已经报私结婚的 然后一起那个报税的话 共同夫妻报税 那他应该要去修改他的报税 然后两个要分开报税 因为他们已经不算是夫妻了 那如果有追债的人 找上门来说 你欠债 那你太太也要负责 那他通常拿这个台湾的离婚证书出来 就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们已经是离婚不是夫妻了 那如果他想要在美国再办一次手续的话 这样子有个美国证书 那也是可以的 可是因为他在台湾已经离了婚 所以他就是算是在宁求是离婚的 OK 所以在任何的国家 你只要离了婚 其实都是有效的 那如果要来这个美国去办离婚手续的话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业务 要办离婚手续 是不是也需要找律师呢 还是说自己去法院登记呢 还是说也不用去法院 网路上登记就可以 这可以指导我们一下吗 杨律师 可以的 所以在加州的话 是结婚容易离婚难 所以离婚的话 不是去登记一下就可以离婚的 在加州的话 最短的时间就协议离婚都要有六个月的程序 然后有很多的步骤 所以如果他们可以到网上自己去research 然后知道要怎么做的话 法律没有规定说他们一定要有律师 可是因为这个步骤蛮复杂的 很多人自己做了 可能卡住了 后来到最后还是找律师 然后律师还要帮他们修改一些文件 所以如果要最容易最顺的话 还是要找律师来做 因为是蛮复杂的手续 哇 所以您建议他是能够做就尽量去做 以后避免这样的一个误会吗 是不是 快一点把它完成 2019为现在是2021 都是两年前之前的事情了 所以他那个等待期六个月 2019已经离完了 那我们现在在加州再办一次的话 六个月的这个等待期不能wave掉 是不是 还是一样要照样等待的 嗯对六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wave掉 必须这是规定的 哇好的好的 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呢 你写的这么仔细的一个故事 也有听到我们杨安丽律师 给你很仔细的回答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 请把这个问题呢 再交到我们的626-689-7199 626-689-7199 再次感谢我们杨安丽 杨律师这么精彩的一个回答 就觉得跟你讲话 很接地气马上能够了解 再次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